這裡的話實際上它找到冒號 那MID你會發現MID是切那個資料 切什麼資料?切這個裡面的資料 因為我要把冒號後面的資料留下來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給資料這個沒問題 第二個是從冒號的位置 因為我們用這個函數叫INSTR 這個INSTR實際上就跟Excel函數的Fy函數很像 意思是去幫我找冒號的位置 它找到的話它會告訴你第幾個字 比如說這應該是第五個字 可是如果假設資料裡面沒有的話就是0 0的話就是找不到的意思 如果有找到的話就是不是0 所以你會發現它這邊一定大於0 或者有時候不一定寫大於0 就是不等於0也是可以 不等於0的話表示有找到資料的意思 所以兩個寫法 你可以大於0 或者是不等於 不等於是這樣 記得不等於在VBA裡面寫法是這樣 小於大於這個叫不等於 OK 然後呢就幫我把資料切 所以它有找到是 假設入職時間冒號 第五個字的 所以再用MID去切 這個資料 到點從找到的位置 那這個應該5 5的話你不能是5 因為連5的話會連冒號都加了 所以冒號後面那個字 加1 有沒有這個寫法前面 但是理論上後面應該還要有個參數 就是要幾個字 可是如果你不給幾個字的話 它理論上就是全部要的意思 意思就是後面你剩下來的這些資料都要 所以如果將來你後面還有不要的資料 那就不行 你一定要跟他 準確跟他講說要幾個字 所以如果後面全要的話 你就不要加 那要是我寫的話 我會加一個99 為什麼99呢 其實意思是說 反正後面的資料我全要 所以這個99理論上一定是大於 這個文字的總長度 OK 這裡面才幾個 總共應該是10個字 可是你說老師 為什麼你99 我明明才十個字 你為什麼寫 因為我全部都要的意思 OK 甚至你可以寫個999也可以 反正這個是隨人加 反正就一個很大的數字 就可以了 應該可以懂的意思 以後甚至 像我以前會加 當然ChartGP有時候寫法跟我們不一樣 他就直接乾脆不要 OK 不過理論上這個不要的寫法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以前的話一定要加 因為習慣一定有三個參數 跟Essail裡面的公式一樣 少一個不行 突然他不加居然也可以 所以有的時候在ChartGP給的程式裡面 我常常看到一些 跟我以前的習慣不同的寫法 不過也OK 反正就是多去嘗試 然後再來的話 他就幫我把他資料一個一個的放 但是這個裡面逐個放 他其實用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函數 叫做Offset Offset 不曉得各位知不知道這個意思 Offset是偏移的意思 偏移的意思 你說老師 那為什麼他可以剛剛好 放在他應該放的位置上面呢 其實關鍵的地方來了 你會發現呢 這個Offset這個函數 前面一定是要那個物件的名字 哪個物件 就是這個 有沒有 set 這個物件 哪個物件 其實這個物件指的是第二 意思就是以第二這個儲存格 當成是他的出發的位置 所以這個位置一定 I跟J一定是0跟0 這個就00 OK 00 那可是向這個方向的話呢 那特別注意喔 他瓜糊裡面的I的話 指的是 裂 I是裂喔 J是藍 對不對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讓他的位置 向右的話 記得 向右是藍還是裂增加 應該是藍增加嘛 向右一藍 所以特別注意喔 你就要把後面這個數 這個喔 這個數字 要把它加1 OK 所以意思說 如果你要向右的話 那就是要把J加1 有沒有發現 J加1 為什麼J加1呢 意思他就要向右的意思 這個先放對不對 放了這個之後 那可是我要向右放這個啊 對不對 劉揚和這個 我要把它往右邊放對不對 所以他把它加1 加了1之後的話呢 你再把它放 他就會一直 所以啦 那底下有個敘述 If J怎麼樣 他假設J大於3的話 為什麼J大於3 因為他要歸0嘛 那為什麼要歸0 因為 其他的初始值是0嘛 0 加了1之後1 所以這個是0嘛 這是1 這是2 這是3 那如果再加1的話變4 4不對了 你不能再往 沒有第五啦 對不對 所以如果 所以這個敘述是 如果J大於 因為加了1之後 大於3 指的就是他啦 如果他變成4的話呢 那就幫我把J再歸0 什麼意思 就是跑到下一個啦 下一個要從這邊開始 0 1 2 3 0 1 所以喔 那底下還有個關鍵 J要加1 為什麼J J加1指的是下一列的意思啦 有沒有 所以一直往 往右先 先 0 1 2 3 對不對 然後再把I I本來是0 對不對 然後加了1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第0 1 2 3 一直類推 4 有沒有 5 6 7 所以一直類推啦 然後最後就整個跑完了 所以你會發現 為什麼他會剛剛好 放在想要放的位置 其實最關鍵的就是這個函數 叫Offset 這個也是這一題最難的地方 不知道各位應該可以懂我第一次吧 OK 所以這個Offset說什麼 不過啦 坦白講 這個Offset的寫法 我自己很少用 幾乎不要不習慣這樣寫 所以啦 我就在那個TrackGP上面 我就跟他講說 因為我個人不喜歡 所以我就跟TrackGP講說 你不要用Offset好不好 所以我底下有個敘述 我好像在這個TrackGP下 我就跟他講說 因為這個Offset我個人不喜歡 所以你可不可以幫我把 所以這個剛剛寫的這一段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很簡單 我還滿直白的 不用Offset 有沒有 有的時候吧 你不喜歡 你怎麼也不用跟他講太多啦 所以我話都很少的 就像我去台鐵拿票的時候 他跟我講好多 我直接回他謝謝 他就沒有話了 他想說 你為什麼這麼冷靜 沒有 你幫我把事做好就好了嗎 你講那麼多幹嘛 我只是 我充其量我只是拿票而已 那你充其量 你就是幫我把票產生出來就好了 其他都不是重點 我不用跟你解釋太多吧 OK 所以不用Offset 所以你會發現 你跟TrackGP相處的是一樣 他其實就是你的仆人 幫助你的一個 雖然看起來是很厲害的人 但是說真的在 我覺得 你說那個AI到底他做了什麼事情 其實他就是把一個很厲害很厲害很厲害的人 突然變成你的仆人 他就是聽命於你幫你做很多事情的那個 所以你會發現他到底打破了什麼 很可怕喔 他把以前很厲害很厲害的知識 全部都變成你可以唾手可得的耶 哇 所以最近好像應該蠻多新聞會說 很多那種中產階級會消失 像很多私自備的可能會不見 有沒有 如果你教的東西都是教那個一成不變的 哇 你完蛋了 以後沒有人要上你這種課 為什麼 因為大家查一下AI就什麼都有了嗎 我還聽你在那邊講 OK 那哪一種會比較需要 我覺得反而是教你如何使用AI的 使用的人 或者是你創造出來的那個人 應該會是比較需要的啦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其實我也常在思考說 對啊 你們都會耶 那我要幹嘛 那我不是要退休了嗎 我還年輕耶 喔 不行不行 所以我一定要換個方式吧 所以其實如果你不想要很提早被退休 你就要想想看 你目前有沒有被利用的價值 OK 不然的話你沒有被利用的價值的話 那你可能很快就沒有市場了 OK 這個應該還蠻直白的 好 所以喔 回過 我們不用offset 不過我發現那個 QTP好像都沒有讓我失望過耶 我也沒講太多 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不 你們不希望 哇 真的很像 你看 要是你去那個 比如說你看醫師好了 你會這樣跟他講 不用不用 那你滾吧 對不對 你再去明天下禮拜再來好了 對不對 或是你去找律師好了 會計師好了 對不對 不過老師現在好像比較謙卑一點 現在老師可能市場需求比較小一點 好不好 所以如果您不希望使用offset 有沒有 他懂了 而且還幫你重複一次 可以直接使用行列索引來指定目標 所以他也知道我的意思 所以你會不會太厲害了 OK 沒有講太多 我感覺他跟我真的很好的搭配 然後呢 他重新幫你把程式寫出來 有沒有 那其實他重寫了 他其實就改這個 I跟J改成兩個新的變數 那裡面的話基本上就看不到什麼 看不到那個offset 他就用column跟roll 這兩個變數去做穿插 我來試一下 其實這一串 我就把它複製一下 那把它貼過來好了 換個寫法 你們可以比較一下兩個寫法 那但是特別注意 我把它貼在下面 貼在這個下面 那因為他的sub名稱有沒有 什麼copy data after 什麼column 名稱好像跟這個一模一樣 所以我就在這邊改一下 把它加個2好了 OK 名稱不能一樣 然後我的習慣是把這個宣告也拿掉 縮小一下 其他的話我就不動了 OK 然後最後的話呢 我就把它跑一下 這個一樣先把它清掉 那看一下他重新寫的 結果OK 應該也是OK 也OK 裡面的話呢 主要就是沒有看到offset OK 那至於差異 主要是這個地方 有沒有 它本來是 dstrange.offset 偏移幾個 那現在的話直接就是哪一個 哪一個儲存格 放哪一個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好像初值是1 1 那意思就是說 它把這個當成 這個是1 1 下一個變1 2 下一個變1 3 下一個變1 4 有沒有 那再換下一列的話 就變2 21 然後變2 2 一次類推 OK 應該是這個意思 假設如果你想要知道細節 我是建議你可以什麼 增錯的時候足行看一下 或者是說啦 因為增錯跑太慢了 我前面跟各位講過 你可以設一個中段點 有沒有 點一下 然後先跑一下 它就這邊停掉了 OK 然後你按F8 慢慢再去追一下程式 所以這個的話就是 把這個當成是1 然後放這個資料 我先把舊資料先清掉 這個先清除 你就可以設個中段 拿掉一樣 點一下就是一樣 點一下就中斷 取消的話就再點一下 OK 所以這邊點一下 然後跑到這邊停一下 按F8 然後 所以它把這個當1 然後這個加1 有沒有 加了1之後的話 那就會換到這邊來 所以一樣 這邊本來是追大於3 它把它這個大於4的時候 那一樣 就把它又從1開始 然後下一列的意思 其實好像 寫法雖然不一樣 但是其實概念都基本上都一樣 OK 好啦 請各位再試試看 那主要就是說呢 我在這個 TrustB這個下方 我是跟他講說不用Offset 它居然也都OK 把它重新改寫一下 底下有一些相關說明 那最後其實 我覺得 這個寫出來好像OK了 那不過我覺得這個好像少了一個東西 少了框線 以前的話可能還會加上什麼框線 框線應該從這邊吧 然後 所有框線 所有框線在這裡有沒有 以前要這樣做 感覺比較不會 那個地方為什麼好像少了什麼 所以如果假設要加框線 那我就想說問他一下 結果沒想到 幫我在D1到G9加上框線 就這樣簡單 他就幫我寫出來了 OK 不過我檢查一下它主要是補這個 補那個什麼 添加框線到D1到D9有沒有 所以其實主要是這個敘述 一個range加上一個指物件 叫.borders borders其實就是指的是框線 然後一些像樣式 所以主要是加這個Ctrl C 我就直接加這個貼到哪裡 貼到這個程式裡面 其實就貼到這個下方 有沒有 and sub的上面這邊 如果你假設不要重新Call的話 其實就加這個 我試一下 所以我清除 不過這個本來 把這個框線破壞掉一下 這個本來是沒有框線 無框線 比如像這樣 那我把它加一下 所以我把剛剛的加框線這個部分 貼過來 有一個是這個 OK 我要看一下 所以這邊設一個中斷點 執行一下 這個中斷點 這個拿掉 跑完對不對 那再來的話就是這個 這個範圍裡面呢 幫我加10線 所以其實好像 這一行第一行就OK了 其他這個是 它的size 然後它的顏色 所以其實好像我發現 這兩行應該其實可以拿掉 OK 好啦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剛剛的這個部分 再加上那個 就是改成不要用Obsess 跟去掉 增加框線的部分的敘述 那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 那這一題我想大概就先到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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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